哈喽大家好 我是游戏爱好走贺词 今天为大家说这个无良主播顺鸡爷骗钱 说实在话 我现在真的不想再搭理这个顺鸡爷了 这个无良主播 你说说你趁热度了趁热度吧 现在还骗小学生的钱 有可能有的小伙伴不懂顺鸡爷怎么骗钱了 带你们看个视频 你们就会懂了 昨天我就有一个粉丝被那顺鸡爷给骗了 顺鸡爷大家训练场有那个黄金风衣拍素材 然后呢 那个小学生也真的信他有这个衣服 二话不说就给他赚钱 我都跟你说了 不要相信 不要相信 我刚刚被骗 大概就是顺鸡爷视频中不是有那个黄金风衣吗 小学生以为他真的有黄金风衣 顺鸡爷骗这个小学生 只要给他转两千块钱 他就可以玩黄金风衣 带你们来看两张聊天记录 最开始顺鸡爷让小学生转两千 然后后来顺鸡爷让他去直播间刷两百元的礼物 后其中有一位主播找到顺鸡爷并与他聊天 我们来看顺鸡爷的聊天记录 董于最开始的转账 再加上后期的礼物 总共是两千七百五十元 然后顺鸡爷的态度就是骗了就是骗了 我就是博有还的 然后直播间继续辱骂农村人 来直接上视频 以后的发展了 我顺鸡爷以后的发展就是成为一个大网红 而直播间所有人 你们的发展是我直言吧 你们以后也就是那个在工地里边搬搬搬那个砖 那个打混凝土知道吧 去打打那个混凝土 我以后 去那个去那个去那个餐馆擦那个洗洗盘子 用那个端端端菜啥的 也就也就这样了 实惯了 也就这么地了 也就 不是我说顺鸡爷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你真他妈把自己当成大网红了 我要看你有一百多万粉丝你就很了不起 我告诉你 你百分之九九都是黑粉 不用多说顺鸡爷以后你就是工地搬砖的量 还城市大网红 你这话还好意思说出口 你脸皮真的比城墙还要厚 还要我劝你早点把钱还给小学生 立马给农村人还有各位小伙伴道歉 然后退出这个互联网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